第十九章 抄检大官员 贾正回到家 宝玉又喜又愁不得不出来见他 贾正回京不敢回家 先朝见了皇帝 皇帝一次他一个月嫁 他才回家 先见贾母请了安 又让宝玉跟他去 为了功课也就算了 八月初三是贾母八十大寿 自七月出头就有人来送寿礼 因客人特别多 贾舍贾正 贾真 商量定 宁荣梁府同时开宴 宁府带男客 容府带女客 自七月二十八只安排到八月初五 客人上起皇亲国戚 王公大臣 下调各家亲戚 最后一天是宴请梁府的男女管家 起初几天 贾母还兴致勃勃地看礼物 看着看着就厌倦了 就让凤丫头收了 以后有空再看 七月二十八 梁府张当节菜 古月喧天 贾舍等在贾母处替贾母像败寿的环礼 兴奋忙着招待女客 有谁不回去 白日待客晚上陪贾母说笑 帮凤姐料理出入的器皿 也见与李丸同住 这天晚上 游士回园建圆门大开 彩灯未熄 门房里没一人 让丫头叫人来关门吹灯 丫头找了一圈 也没有找到人 游士就让船管室的女人丫头找到 阿尔门外管室女人的议事房 见两个婆子正分果菜吃 就让他们传一位管室的奶奶来 婆子喝了些酒 又见是东府的丫头 不仅不给船 还夹枪带棒地骂起来 丫头气冲冲的回缘 见游士正与席人宝琴相云 及地藏安的两个姑子说话 就一五一十地学了一遍 游士与席人就劝他别动气 这种话不该学 别气坏了奶奶的万金之体 游士就要叫这两个婆子来 游士却应是老太太千秋 千万别动气 游士才消了气 席人派一小丫头去人外找人 仗碰见周瑞家的 就把方才的事学了一遍 周瑞家的仗着是王夫人的陪房 很有体面 加上他生性乖华 专爱在各个主子跟前献殷勤 忙颠颠地跑去见游士 正打那两个婆子游士 说了门没关 灯没息 万一出了事就不好办了 周瑞家的又去见凤姐 把事加油添醋地说了一遍 凤姐说 先把二人的名字记下来 过了这几天 捆上送东府 叫奶奶发落 周瑞家的平时 与这几个婆子不合 得了这句话 当即派人把两个婆子捆了 关押在后院马棚里 又派人来叫林芝孝家的 林芝孝家的也不知道 出了什么大事 慌忙坐车赶来 见了游士 游士说也不是什么大事 让她回去 这边的一个婆子 和贾设家的废婆子是亲家 废婆子得知此事 先隔墙大骂一阵 又跑来找邢夫人 说是周瑞家的使坏 脚缩莲二奶奶 把亲家捆在马圈里 过几天还要打 求太太找二奶奶说个亲 邢夫人因讨鸳鸯碰一鼻子灰 前天南安王妃来 只让探春一个人相见 对家母凤姐早一肚子气 对婆母她不敢怎样 对凤姐她有办法 四日晚上她当着众人的面 向凤姐陪笑说 我昨天晚上听说二奶奶生气 让周管家的娘子 捆了两个婆子 你不看我的面子 看老太太的份上 放了他们吧 说完上车而去 凤姐当众受辱 不由有羞有气 问赖家的谁当了耳抱神 王妇人问什么事 凤姐把昨夜的事说了 有事笑她太多事了 王妇人就命人把婆子放了 凤姐回到家 忍不住伤心落泪 贾母打发虎破 叫她过去 她忙洗了脸 湿了脂粉 来到贾母处 贾母问她收了多少家屏风 她说12家大的 4家小庚屏 真家的一家最好 越海将军 乌家的一家也说得过去 贾母说让凤姐收好 她要送人 随后她让凤姐和游室 吃过饭 帮两个锅子 捡佛斗 贾母白天见两个本家孙女 喜鸾和四姐长得好 留下二人 让二人也住进园中 派鸳鸯吩咐园中婆子 不许亏待二人 鸳鸯到道乡村 不见李丸游士 找到探春处 众人都在那里说笑 她就传了贾母的话 李丸吩咐下去 传语众人知道 优士称赞贾母想得周到 除了凤丫头 十个人捆在一起 也不敌老太太 鸳鸯大发感慨 二奶奶操这么多心 还有人说三道四 方才见她眼圈红肿 显然是受委屈了 老太太疼宝玉 有人说偏心 疼探春 有人说偏心 宝玉又说一通 死呀活的傻话 鸳鸯怕天晚 关了圆门 告辞出来 来到圆门 鸳鸯见脚门虚眼 门房里灯光闪烁 硬要小便 她下了路 来到一块香山石后 胡亭一上响 抬头看去 见两个人影 慌慌张张地 往树丛中落藏 她从身影上认出 其中一个是 迎春房中的思琪 以为她和别的女孩子 也再次方便 藏起来想吓她 就说 思琪 你不出来 我要喊了 思琪 做贼心虚 慌忙跑出来 跪下哀求 豪姐姐千万别绕 鸳鸯出事不明白 再看那个人影 是个小四 你才知怎么回事 问 那是谁 思琪说 是我孤舅兄弟 那小四只得过来 磕头入捣算 二人苦苦央求 鸳鸯千万别说出去 就她二人性命 鸳鸯让他们快走 定会为他们守口如瓶 她仍拉住鸳鸯不放 这时听的门口有人说 金姑娘出去了 锁门吧 鸳鸯忙说 我在这里有事 稍等片刻 二人只好松开她 思琪一字小和表格 精美竹马 大了双方 又都品貌风流 就私定了终身 他们平日没来远去 只是没机会亲近 就买通看后门的婆子 趁乱放她进来 二人刚要成起好事 恰被鸳鸯撞破 那小四只好走了 思琪一夜没睡好 自日见到鸳鸯 脸上红一阵白一阵的 无地自容 过了几天 没动静 刚放下心 那婆子又偷偷传话 说她表兄逃了 鸳鸯听说那院子 走了个小四 思琪又卧病栽疮 才指使二人畏罪 并去探侃思琪 真无人识 读咒说她永不告诉别人 思琪把她当成亲娘 变马变狗也要报她的大恩 并又安慰她一番 让她放心 王夫人见彩霞大了 放出去配人 满腹的人只有彩霞同情赵姨娘 赵姨娘就想把她给贾桓收房 让贾桓去向王夫人要 贾桓认为漂亮丫头多得很 再说她年纪还小 根本就没放在心上 赵姨娘没法 只好来求贾政 贾政说忙什么 让他们好好读书 过二三年也不晚 无以看中两个丫头 一个给宝月 一个给还儿 正说着 忽听外间一声响 二人吓了一跳 出来一看 原来是窗扇没织好 滑落下来 赵姨娘骂丫头几句 让自己的丫头 把窗子上好 那一窗 原是赵姨娘的丫头小娟 在外偷听碰下的 她慌忙赶到一望院 叫开门 见宝玉已经睡下 就说让二爷小心点 她听到赵姨娘与老爷说 宝玉不知想做什么 说完就匆匆走了 宝玉只怕贾政让她背书 忙穿衣起来 也不知该温习哪天好了 温这篇 怕贾政让她背那篇 温那篇 又怕让她背这篇 一房的丫头都起来了 陪着她熬眼 她见几个小丫头 困得只栽头 让他们去睡 秦玉不一 威胁说 谁敢睡 她用针扎谁 宝玉一会儿让习人 秦玉轮流睡觉 一会儿又说 夜深天寒 让他们多穿进衣裳 室玉指着书说 你把我们暂时忘了 专心对着她 突然 春艳 秋文 从后门跑进来 大惊小怪的让 不好了 有人跳墙进来了 众人惊惊乍乍的 各处寻找 请问新生一记 让宝玉借死 声称吓着了 躲过这一关 此季 郑重她的下怀 就躺到床上装病 又派人叫职业的 前来检查 脖子们挑着灯笼 搜遍前后 没见个人影 就说 可能是春艳没看清 把风摇树影 当成人了 秦温就说 他们和宝玉都见到了 宝玉吓得脸色蜡黄 浑身发烧 脖子们不敢再说 只好继续搜查 秦温就去找王大夫要药 王大夫忙命人来 探病送药 嘱咐上一人 仔细检查 又叫查尔门 守夜的小四骑不骑 众人闹到天亮 也没找到踪迹 贾姆得知 此事问明原因 就说 兴许守夜的就是贼 众人听贾姆这样说 个个不安 坦纯说 近来夫人姐身体不好 园里的人放肆多了 初时 小赌赌越赌越大胆 紧开了赌局 三五十调前打输赢 还发生过争吵 向那之事 贾姆问 你为什么不早说 坦纯说 太太事儿多 近日身体又不好 我只和大嫂子 与管事的说了 教训了他们一顿 这几天好些了 贾姆说了 赌博的危害 说是他们招来贼 偷了东西事项 园中重姑娘的名声重要 定要严办几个 凤人姐当即传来 林芝孝家的等四位管家媳妇 身吃一顿 命他们立即查办 林芝孝家的见贾姆动怒 谁敢寻思 立即风风火火的 把人叫其一一盘问 起初大家还抵赖 见赖不过去 只好供出大头家三个 小头家八个 参与剧赌的 共二十多人 都带来见贾姆 众人贵了一地 磕头咚咚响 三个大头家 一个是林芝孝的 两姨亲家 一个是林嫂的妹妹 一个是迎春的如母 贾姆命把头家 每人打四十半 撵出去 永不再用 其余的每人打三十半 扣三个月月钱 赌具当场分会 赌资分给品行好的人 这一处罚 不仅林芝孝家的 面上无光 迎春也不好意思 带差等 为内如母求情 贾姆恨的就是 这些一老卖老 顾反家法的人 绝不宽容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兴奋不赶着回去 在王夫人处 坐了一阵 到园中赛心 刚到园门 碰见贾姆的 小丫头傻大姐 手中拿个 花花绿绿的东西 小兮兮的边走边看 兴奋问 拿的什么玩意 让我瞧瞧 街舞一看 却是一个五彩香囊 一面是一男一女 裸体相报 一面是几个字 傻大姐只当是 妖精打架 兴奋吃了一惊 问你从哪里得到的 傻大姐说 我在山石后面 掏蟋蟀捡到的 兴奋叮嘱她 不得说出去 否则把她也打死 小大姐吓唬了脸 磕个头就逃了 兴奋把香囊 塞进秀里 来到迎春处 责备她奶妈 做下坏事 她也不管 迎春说 她说过奶妈几次 奶妈不听她的 兴奋就说 迎春是大太太的女儿 反不如赵姨娘 养得探春有出息 若是奶妈 偷了她的首饰 做赌资 看她怎么交代 凤姐来向 幸福人秦安 她仍怀恨在心 陪她挡了架 打听到 贾母醒了 她才离去 秀局就说 迎春那个 攒猪累金凤 定是奶妈偷去赌国了 姑娘还不叫问 明儿过中秋 看你带什么 让迎春立即 去回明凤姐 命奶妈立即送回 迎春不愿多事 没有就没了 只要不再生事就行 迎春如母的儿媳 找迎春为婆婆说情 在外听到了 就进来说 她婆婆老糊涂了 输了钱 借出去翻本的东西 迟早要送回来 还是请姑娘去说情 迎春说 连宝钗带玉说情 都被老太太回绝 她不去碰钉子了 秀局就说 还东西是一回事 讨情是一回事 还是先把东西送来 那媳妇就说 秀妍在这里住时 还要下人贴钱 少说下人也贴了三十两 思琪就跟她吵闹开 正吵着 拆带坦春等人来了 先迎春躲到一边 看太上感应片 任凭三人吵闹 朝人物外 他们听出些名堂 便走进来 坦春问 你们主子向奴赛要钱了 思琪秀局都说没要 坦春不让她多管闲事 她偏要管 追问起金丝缝的事来 那媳妇慌忙掩饰 坦春让她找二奶奶说去 那媳妇不敢去 不一会儿 平儿来了 原来坦春一进门 便识眼色 让史叔去请的 这媳妇这才慌了手脚 又是让座 又要分辨 平儿说 这里不是她说话的地方 把她赶出去 又责令秀局等 先把她打出去 再回奶奶 坦春说明是那乳母 偷了迎春的手势去赌钱 又捏造假账 逼迎春去说情 与两个丫头大吵大闹 迎春竟不闻不问 平儿问迎春怎么处置 迎春这才抬起头 说是随便 她想还就还 不想还只当丢了 也不会去讨情 众人都笑她太软弱 难怪媳妇婆子 都欺负到她头上 平儿先到媳妇 今日一定把金丝缝送回 若到晚上交给她 她只字不提 要不然别怪 她把这事回给老太太 平儿回去 凤姐问探春 叫她做什么 她说 三姑娘怕奶奶生气 叫我劝劝你 凤姐说 如今她也要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省点心保养自己 多操心 还惹太太嘲讽 吓人皱罵 二人正说着 王夫人两眼含泪走进来 只开平儿和小丫头 把一个香囊 扔在凤姐面前 凤姐看了 吓了一跳 莫问 太太从哪里得到的 王夫人泪如雨下 沉沉说 你还问我 大天白日 摆在园中的石头上 被傻大姐捡着 幸亏你婆婆要下了 我问你 这东西怎么到原里去的 凤姐情之荣妇 就她和贾连一对年轻夫妻 恨恨贾连风流成性 二位夫人怀疑到自己头上 忙跪下来 含着泪分辨 这东西是外头 仿着内宫的手艺袖的 连不带穗子 都是市面上卖的 她虽然不尊重 也不会要这种便宜货 她作然有 也不敢带在身上 强盗 园中和妹们 拉拉扯扯 不小心就会露出来 说她年轻 奴才中比她年轻的夫妇多的是 怎知不是媳妇们的 再说 刑夫人常待假设的 几个小妾到园里玩 也许是小妾的 再说园中丫头太多 年纪大得难保不正经 从二门小四手中得来的 她不但自己没此事 连瓶儿也敢担保 王夫人说 凤姐的话尽情力 但此事是刑夫人发现的 怎么办 凤姐提议 若是直接追查香囊 怕大家都不好看 不如趁这机会 以茶堵为名 让周睿家的 邻几个人到园中查找 再者 压得大了 该配人的立即配人 一来可避免是非 二来可省些开销 王夫人答应了 凤姐也派平儿去传人 不一时 周睿家的 吴欣家的 郑华家的 来往家的都来了 王夫人还嫌人少 恰巧 刑夫人的赔房 王善宝家的来了 奉刑夫人之命 催办此事 王夫人让她回名刑夫人 也去抄检大官员 她正因平常到园中去 丫头们对她无礼 想报复 又找不到借口 趁机大献殷勤 说是园里的丫头 比千金小姐还娇鬼 特别是 宝玉屋里的秦文 动不动就横眉竖眼的 骂人 太不成体统 王夫人正对秦文 有些偏见 便命人立即 把秦文叫了 秦文 依身体不舒服 正在睡觉 听说王夫人叫她 也没在意 不加装饰 来到凤姐房中 王夫人看她那模样 大有杨贵妃春睡 习师捧心之交态 不由大怒 冷笑着骂 好一个病习师 你这青黄样子给谁看 你干的事 打量我不知道 明儿我接你的皮 宝玉今儿可好些 新闻聪明绝顶 猜知有人暗算她 王贵侠说 那是习人 摄月的事 我不知道 王夫人嘛 你是死人 秦文说 我原是老太太房里的人 老太太见房东人少 怕宝玉害怕 让我给宝玉看屋子 还得给老太太做针线 我只能在外国 礼物是行人摄月 他们的事 不定十天半月 二人不在 宝玉才叫我一次 我今后对宝玉 多留心就是 王夫人拟生佛 把秦文赶出去 凤姐本想帮秦文说几句 一来王夫人正在火头上 二来王善宝家的 又是行人的耳目 只好低头不吭声 王善宝家的 又来个火上加油 提议晚上锁了圆门 来个冷部房的大超键 不仅还能超出香囊 也许可以超出更多的东西来 王夫人答应了 宝玉姐不好再说什么 晚上带贾母睡下 宝玉姐与王家的人等 一起见了缘 先锁了门 从门房插气 接着来到义红院 宝玉见一般人 直扑丫头们的房 忙问凤姐 凤姐之乌丢了件东西 怕大家混乱 所以查一查 丫头们打开箱子 让婆子媳妇们看了 也没有查出什么来 查到秦文的箱子 王家的问 为什么打不开 秦文一下子 把箱子掀个底朝天 王家的逃个没趣说 你别生气 我们是奉太太的命来查 秦文指着她的脸说 你是奉太太的命来的 我还是奉太太的命来的 我在太太那里 怎么没见过 你这嘴脸的管事奶奶 凤姐心中暗喜 又怕得罪行夫人 忙喝出秦文 劝住王家的 一行人离开了义红院 直奔萧香馆 王家的从子涓的箱子里 抄出几件宝玉的东西 自以为拿到脏物 自以为拿到脏症 正在得意 凤姐劝她 待遇自幼与宝玉在一起 这是小时候 二人交混的礼物 王家的空欢行义场 终于来到探春处 探春已得到消息 命丫头大开院门 持足迎候 凤姐说丢了件东西 来查查 坦纯说 她的丫头都是贼 她就是窝主 要查就查她的 就把自己所有香鬼都打开 让众人一一去看 不许查丫头的 凤姐之探春性格与众不同 只看着众媳妇们周瑞家的 就说 姑娘的东西在这里 奶奶还是到别处去吧 坦纯说 既然大家都看了 明日再来 我就不依了 凤姐要率众离去 偏偏王家的平日 听说探春厉害 就不服气 又想探春是一娘生的 还敢怎么她 她就想惩惩威风 掀起探春的衣裳 说 连姑娘身上我都馊了 果然没什么 欢迎梅洛 啪的一声脆响 脸上挨了探春的一巴掌 探春指着她的鼻子怒骂 你是什么东西 敢来扯我的衣裳 我不过看在太太的面子上 叫你生妈妈 你就仗势欺人 在我跟前逞呢 还敢动手动脚 你觉得我同你们姑娘的良好性子 由着你们欺负 说着就要脱衣裳 凤姐平儿忙为她扣好衣裳 呵斥王家的快出去 王家的讨个眉脸 在窗外说 明会儿明太太 我回老娘家去 这个老命叫她做什么 师叔撵出去 挖骨说 你果然死了 倒是我们的福气 只怕你舍不得 你死了 叫谁去讨好主子 叫说茶烤姑娘 折磨我们呢 凤姐劝下探春 众人劝走王家的 直到探春睡下 才敢离去 众人到了到乡村 一无所获 接着来到西春处 西春没经过大事 吓得手足无措 众人在入化箱中 插出一包银子 一块腰带上的玉板 还有一双男人的鞋 入化说 是她父母在南方 她哥哥跟着真大爷 还有个叔叔在这里 真大爷赏她哥哥的东西 但她叔嫂只爱吃酒赌钱 怕被叔嫂挥霍了 所以存在这里 西春怕事 让凤姐把入化拉出去打 凤姐说 若是真的也可原谅 只是不可私自传递 戴米尔问名再说 西春说 后门上的张妈 常和丫头们鬼鬼祟祟的 必是她传递的 王家的本和张妈友亲 她一当上行份的心妇 就把亲戚不放在眼里 张妈因此跟她吵了几架 加上方才她又挨了打 受了气 就叫唆凤姐 一定要演版张妈 来到迎春处 迎春已试一下 殷思琪是王家的外孙女 众人看着王家的搜思琪的箱子 王家的随手翻了翻 就说没什么 周瑞家的省心跟她过不去 要认真再查 总相中搜出一双男子的鞋袜 还有一个小包袱 凤姐打开看时 里面有一个同心如意 还有一张大红双紧帖子 凤姐经常看账 虽不能写 也能认一些 看了贴上的字 反而笑起来 王家的心中有些发毛 见凤姐笑 就说 想是她账记得不轻 折奶的见效 凤姐问 正是账目不轻 你是思琪的老娘 他表弟该姓王 怎么姓潘呢 王家的说 思琪的舅过继给潘家 所以他表弟叫潘友安 上次逃走的小四就是他 凤姐说 这就对了 我把贴儿念给你听听 潘友安贴上写的是 他已买同张妈 设法在园内相会 思琪烧的香串一收到 烧取相当一个 表表他的心意 王家的本想拿别人的错 不料却拿到他外孙女 不由又气又臭 众媳妇又纷纷取笑他 气得他 脸打自己的脸 说是说嘴打嘴 现实现报 思琪道横下心来 不拒不休 凤姐见他寻短剑 拍两个婆子 把他攀起来 种人才散去 凤姐这一操劳 旧病复发 当夜就流红不止 天明请医 开方取药 有时探望了凤姐 又到里玩处 还没坐下 习春派人请他马上过去 习春把入化的东西 一一请他过目 又是说 这是你哥哥赏他哥哥的 只是不该私自传递 转过来骂入化 习春指责他没管好丫头 反怪随丫头 再也不要入化 随便他处置 有时左说右劝 习春不紧不听 反正说 如今他大了 听到对凶职的议论 甚至连他也编派进去 让他没脸见人 今后再也不经营国府 有时劝不下来 加上心中本有毛病 不由恼羞成怒 起身走了 他正要到王夫人房中 迎面碰上一个老嬷嬷 说是真家犯了罪 被抄了家 把一些财产藏到王夫人处 现在正忙乱 还是不去为好 有时又转回李完处 李完近日生病 雍贝坐在床上 前他气色有意 只是呆坐着 招呼他吃点心 他不吃 请他吃茶面子 李完猜知他已知昨夜的事 宝钗来到 说是薛姨妈病了 他要回去给妈做伴 因上房忙乱 就先不给老太太太太说 探春湘云来到 得知宝钗要回家 探春说 回去好 别再过来了 有时问 怎么念客人 探春说 别说亲戚 一家鲸骨肉还窝里反 逗得乌眼鸡似的 恨不得你吃了我 我吃了你 他又说 昨晚打了王家的 看谁能把他打一顿 有时这才说出西春的事 探春说西春从来如此 有时候王家的回去 被刑夫人好一顿打 怪他多事 有时理完都是活该 探春却认为是 刑夫人使的障眼法 有时来到贾母处 王夫人正向贾母说 真家如和货罪 抄莫家产 来一惊治罪的事 贾母心中不自在 见有事过来 说了凤姐肘里有病的事 又提起了八月十五赏月 王夫人说 园中赏月虽好 只是风凉 贾母要多穿件衣裳 说着摆上饭来 有时伺候贾母吃了饭 才坐下吃饭 饭坝回府 见门口停着五辆车 知道又是贾真父子 请来赌博的 原来宁府一逢国丧 二逢家丧 贾真父子不能滋意玩乐 就招了本族的破落子弟 各府的公子哥到后园 名为恋武射箭 实为赌东道 由书者白酒请客 整日杀猪宰羊 突击割鸭 众人还带来自家的厨师 翻着花样做好吃的 贾真不知底细 还以为贾真父子 真在领功 就让宝玉 贾桓 贾宗 贾兰 每天早饭后过来 练一会射箭 再去上学 渐渐的贾真 嫌赌射不过瘾 就设起赌局 或是摸骨牌 或是只骰子 把个股功夫 变成大赌场 还雇了一般 十四五岁的 漂亮小四郎佣人 不仅却盘成了常客 兴奋的弟弟 周恩的父亲 刑德权也时常光顾 一醉就抱怨他姐姐 如何把持了刑家的家产 害得他一瓶如洗 有谁不敢管 只好听知认知 此日贾真见西瓜月饼 都准备好了 就说 咱家有丧事 不能过节 今儿过吧 命人杀猪宰羊 摆了酒席 摆在会方园 从绿堂 吃过晚饭 贾真带妻妻入席 饮酒赏月 贾真吃得高兴 让几个妾吹得吹唱得唱 接着又行酒令 三更十分 呼听墙下又喘息声 大家不用毛骨悚然 贾真立声鹤岛 是谁 连问几声 无人搭理 有始说 也许是墙外有人 贾真说 那边是寺堂 怎会有人 欢迎未落 一阵风响 寺堂里 噼里啪啦 一阵门扇开合之声 众人只觉冷气 森森 发毛 倒树 就连天上的月亮 也不再明亮 贾真虽胆大 也十分畏惧 又坐一会儿 各自回房 四日贾真 查看寺堂 门窗关得好好的 只以为酒醉自怪 晚上以贾母为首 宁容而辅的人 会集大官员 先是香岸摆了月 然后登上假山 来到突壁山庄 丫头们摆上酒席 贾母居中坐了 爷们分坐两边 嫌一份令姑娘们 坐在屏风后 贾母见桌子没坐满 让三春出来 挨着她坐下 命人折来一枝桂花 行鸡鼓传花栗 古亭时 花在谁手中 谁吃一杯酒 讲一个笑话 第一个就轮到贾正 因他平日不苟言笑 一张嘴 大家都笑了 他讲了一个 怕老婆的故事 下一个轮到宝玉 他因贾正在座 本来就局促不安 生怕讲不好 落个没口才 想好了又怕说 他只会耍贫嘴 就要求换一个方法 贾正就让他 以秋月为题 做一首诗 优先帝不许 用常形容月色的堆砌字眼 这一来正对了宝玉的心思 提笔写了一首诗 贾正看了 点头不语 贾母知道贾正对宝玉 格外严厉 能点头就已不错了 就把海南带来的扇子 赏宝玉两把 贾兰见二叔得奖 也做一首 贾正喜不自胜 讲给贾母听 贾母让贾正 奖赏她 再一轮到贾舍 贾舍讲了一个 母亲拼心耳的故事 贾母半天塞笑 贾正知道惹贾母一心 忙起身为贾母拔战 扯些别的话题 花又落到贾桓手里 她也做一首诗 贾正看了 说她和宝玉 真是难修难地 难以教训 宝玉要学温廷军 地里要做曹堂 贾正看了 却临声称赞 说是他们这种人家 十几个字就能做官 没必要寒窗萤火 读成书呆子 只管这样做下去 荣府世袭的前程都是她的 到了三更天 贾母让贾舍贾正都走 让众姊妹多乐一会儿 贾母让撤去为平 两桌和一桌 她见了少的宝钗姊妹 李丸卓丽 特别是少了凤姐 席上冷静了不吵 心里不是滋味 王夫人就劝 众日人多是亲戚 贾正回来和家团圆 人少翻比往年有趣 贾母让打十番的 远远吹笛子 以助九信 又让游士讲笑话 又是刚讲个头 见贾母和燕 看天色迫早 就让被小叫送贾母去睡 众人随着走了 一个媳妇收拾器皿 见少一个茶钟 席间又没打 就私下找 却碰见子娟翠吕 二人找姑娘 翠吕让那媳妇放心 茶钟是使姑娘吃茶端走了 但不知人在哪里 原来 但遇见宁荣府和家团圆 宝钗也在家赏月 不由心中悲凉 以蓝垂泪 向云见席上贾政兄弟 宝玉 输职 字意纵横 他插不进嘴 九月戴玉 自去连句作诗 山下有个凹筋馆 正与突壁相对 而且 临着池塘 正好对水赏月 二人来到山下 见看管的婆子 以熄灯睡觉 无人打扰 就坐在廊下 逐墩上赏月 二人闲聊了几句 听了会儿笛子 商量如何幸运 戴玉说 咱们属栏杆 从这头到那头 有几根 就是第几运 二人一属 一共是十三根 就以十三元为运 戴玉起了第一句 湘云接下去 二人互相连队 戴湘云说出 寒糖杜鹊饮池 戴玉对上 冷月藏尸魂 湘云认为这一句 虽新奇 只是太颓丧了 她正在病中 不该做出这种 过于凄轻的诗 戴玉说 只有这样才能压倒湘云 妙玉走来 说是诗虽好 过于悲凉 不必再续下去 否则诗之堆砌 反不显这两句了 二人敬意地问 她怎么来了 她说她听到笛声 也出来赏月 在此听他们连句 现在酒席早散 两个丫头正找他们 天一块亮 让二人跟她到 安中坐坐 吃杯茶 三人来到安中 正吃着茶 一群丫头婆子找了来 妙玉让丫鬟 领他们到 另一间房间去吃茶 她取来纸笔 把诗续完 说 这就不觉凄凉了 二人告辞 回肖香馆 同睡一床 下雨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